2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在你的那个VCR里面看到 女生经常对你说 谢谢啊或者是麻烦你的 那你会觉得这个关系 没有那么亲近 有没有可能 只是一种礼貌性的术语呢 这个我觉得我还是分得清楚的 礼貌和疏远 因为她有时候对我的态度 和对其他朋友的态度是一样的 说白了就是不太喜欢吧 24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在说你第三段感情 就女生太有控制欲了 然后你觉得彼此没有空间感 那你觉得好的感情 空间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认为好的感情的空间感 应该是两个人彼此都舒服 然后相互独立 又彼此依存 1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挺赞同你的那个 要有空间感这一种说法的 那你会记忆你的另一半 偶尔有空间感 像是不太管你 不太在乎你的样子 偶尔又像是 要粘在你身上 黏住你 这个可以 偶尔可以 然后适度也可以 但是过犹不及嘛 一定要有掌握这个度 我觉得 这个词是关键的 叫适度 这个话题就 又回到我们上次讲过的 就是回避性 焦虑性和安全性 太疏远的回避性 可能在你的这个颜色 就不是特别饱和 但是焦虑的红色 就不太行 就觉得太炙烈了 如果我们找到 所有的依赖风格 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其实依赖风格 变成的那些问题 其实也能够迎刃而解 对 我觉得遇见了事情 我们要两个人一起去辩对 而不是去埋怨彼此 因为现在有很多夫妻 老了也会吵架 但是他们不会提分手 就是他们在 互相去弥合对方 互相去找到 和对方契合的点 对 这点很重要 就是你要想去改变别人 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大 如果你去理解对方 这个问题就会慢慢走向 这个弥合 这个夫妻几乎没有不吵架的 从来不吵架的 但是客户 因为你不敢得罪客户